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ITRO給航空公司 發生失事 機上157人全部都死亡 全球震驚 但這件事也變成中國和美國 是一個角力的事件 為何這樣說呢 大家都有留意到 737 MAX 8這個客機出事後 因為不是第一次出事 這個型號的客機 印尼也曾經出事 大家都會很關注 究竟中間是否機種設計出了問題 出事的原因是否相似 一般比較謹慎的做法 就由美國FAA宣佈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宣佈 同類型的飛機不要飛自 在FAA提出之前 第一個發出禁飛令的 竟然是中國 竟然是中國 為何說竟然呢 因為一般來說 全世界都會跟FAA進行 一個說法就是 FAA說禁飛 全世界都會跟他們說 我們都禁飛了 中國也是毫不例外的 因為中國的飛機 絕大部分 可以說是全部 雖然中國正在研發自己的飛機 你敢不敢坐下這個問題 就好像有些已經在運作當中 那麼究竟這個情況呢 第一次說FAA還沒說要禁飛 中國已經宣佈禁飛了 宣佈旗下所有的737 MAX 8的飛機 都不飛了 對於FAA來說 是一個叫做刮了他的一巴掌 因為美國政府一直都沒有說要禁飛 FAA也沒有發出這個指令 特朗普亦出來說 一開始就說沒什麼問題 可以繼續飛 因為波音就聞說 波音就打了電話給特朗普 就說我們的飛機沒事的 所以就不需要禁飛 特朗普聽到這個說法 也是第一時間出來說 就不需要禁飛了 但是很快 他不知在這裡收到什麼消息 突然之間也早過FAA 出來說宣佈禁飛 這個大口總統一時一樣 令到美國的航空業頭都大了 不過無論如何 中國的反應 令到美國的FAA 好像慢了幾拍 究竟是什麼原因 這個波音的影響力很大 或者說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令到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這個全世界都是最權威的機構 都要跟隨 這就有待大家再發力資料出來 但無論如何 中國這種做法 我們看看時序就是這樣的 民航局在那件事發生 3月10日出事後 第二天早上9時發出通告 說737 MAX 8型號的客機 全部不要飛 距離事發僅僅是19小時 是全球第一個禁飛的國家 然後歐盟在3月13日上午3時 按照這個時序大概是3天後 空難發生2天或3小時後才發出禁飛令 當時FAA事後仍然是支持波音 說波音737 MAX 8是適行的 其他國家開始有抵抗浪潮 終於遲過歐盟一天 遲過中國四天之後才發出禁飛令 大家會問為何中國會這麼快 會這麼快做出這個決定 是不是他很著重飛行安全呢 當然我不會懷疑 他真的會著重飛行安全 但難道歐盟又不著重 美國也不著重嗎 有很多政治的考慮 紐約時報有一篇報導 說中國史無前例的做法 帶頭提出禁飛令 是想告訴全世界 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標準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已經再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航空權威 他想釋出這個訊息 有些分析說中國政府反應這麼快 這麼大 很明顯 他們想告訴大家 你已經不是唯一最權威 而且也有分析說 跟中美貿易戰有關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談判的過程中 中國一直被要脅買美國的農產品 天然氣 農產品包括大豆 包括米 肉類 和天然氣 又或者半導體的產品 但最重點的 其實最能夠令到貿易赤字減低的 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減低 現在大家知道中國買美國貨少 美國買中國貨多 如果能夠減低的 當然要買貴貨 要到中國買貴貨 貴貨是什麼呢 就是波音的飛機 波音的飛機 大家知道如果從波音的飛機 是美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如果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 對華出口飛機的金額達到188億美元 而佔對華出口總額1,203億美元 大概佔一成半有多 這是比例最高的商品 即是買波音的飛機是比例最高的商品 即使美國總統說已經對中國的商品增加關稅 寫到美國對華的貿易赤字持育擴大 仍然持育擴大 去年達到4,191億美元 增加了12% 創歷史新高 大家記得 無論習近平去美國 又或者其他領導人去美國 其中一個最大的交易 就是跟波音買飛機 跟波音買飛機有很多層次 一種是真金白銀落訂 去買一些簽意向書 波音的競爭對手 歐洲空中巴士的訂單 2018年訂單數目是747架 跌33% 波音是893架 是2012年以來第一次贏到訂單競賽 為何要這樣做 很簡單 就是要令美國對華的貿易赤字 減低 令磨擦沒那麼緊張 習近平在2015年訪問時 跟波音總部簽了380億美元訂單 訂300架飛機 其中250架 是737架 而2017年特朗普到中國訪問時 中國再簽370億美元的保陰訂單 這訂單 老實實 簽了 不是等於馬上給新加坡錢買的 是要交貨後才全部都交貨 訂單時也是訂單 初步落少許訂單 到2017年5月的時候 第一次投入營運的737MAX 8成為全世界 波音對於波音來說 全世界賣得最好的機款 5千架 所以這次這次意外 令波音很傷 你看到它的股票跌得很厲害 去年交給今年的1月為止 全球交了350架 737MAX 其中超過一半是去了中國 而且中國航空公司 包括各間航空公司 總共有97架 737MAX 投入服務 全世界最多 美國也是排第二 好了 如果這次證實到737MAX 或者美國的波音機 安全有問題 中國就很簡單 訂了幾百架飛機 你不要逼迫我 你不要逼迫我 繼續買你的飛機 會不會因為安全問題 有權的 我想合約也寫得很清楚 是否會撤銷訂單呢 或者不要黎智了 暫時我不需要你了 這也是中國在手上的鎮鎮有詞 我不是不想跟你買東西 我不是不想令貿易赤字減低的 不過沒有辦法 我和你買了那麼多飛機 你令到航空安全出現那麼大的問題 我便不會置我們國民生命的財產 於不顧 不如先不要過來 你不要賣給我們 那些訂單 遲些再考慮 如果可以撤銷就撤銷 撤銷不到不如先撤銷 你不要怪我不降低貿易赤字 和我無關 這些飛機不爭氣 而且中國亦可以震震有詞 和空中巴士多買一些飛機 就不和波音買飛機 中國和空中巴士買飛機 和和波音買飛機 也有很多政治考慮 不僅是很安全的問題 對於歐洲來說 歐洲的空中巴士 如果我買歐洲的飛機 而不買波音的飛機 對歐盟整個歐洲來說 也會有一個很重要的統戰作用 尤其是華為在歐洲 似乎開展得不錯 雖然有點阻滯 但是似乎美國的壓力慢慢 因為英國和德國 縮沙或轉軚 慢慢消除了 這也是中國面對這次 為何要反應這麼快 因為要挑戰FAA的權威之外 在貿易戰上想化被動為主動 在這個問題上 與美國討價還價的很重要原因 所以外國有些評論說 這次中國監管機構自主行事 全球第一個說要停飛737 MAX 8 這是一個理程碑的事件 是值得關注的 紐約時報訪問了 中國航空公司的負責人 他們都是這樣說 譬如說中國東方航空有14架 MAX 8 全部都停運了 我們首先關心的是 生命安全和保持強烈的責任減 他是這樣說 這個暫時的失事原因 還未清楚 但是有些駕駛過737的飛機 這個MAX 8的機師就是這樣說 他說其實對於飛行員 是有應對的能力 是可以直接關閉電腦的干預 不過如果一旦發生問題 就是沒有多少時間是可以做到反應的 即是你馬上要超越電腦控制的干預 令飛機不要陷入險境 作為一個機師 不是那麼容易 說改就改 你看到在這個問題上 美國是遇到中國很大的挑戰 美國就千萬不要自己再定粒落 就像這次事件有一點 美國的FAA和特朗普政府都再定粒落 為了要維護波音的權威和利益 反應慢了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利益衝突 因為這是波音的飛機 波音飛機出事 也是美國的公司 無論特朗普政府和FAA 為了維護他們 反應慢了 這樣就讓中國有機可食 在這種情況下 是令到可以挑戰到 重點挑戰到FAA的權威 有些是某程度是自己拿來的 尤其是現在 他挑戰美國的權威 不僅是對FAA要挑戰 他現在自己也是自主開發的飛機 自主開發的飛機 我經常說你敢不敢坐 就是另一個問題 自己考慮 他想挑戰美國和歐洲兩大飛機製造商的壟斷地位 我相信是這樣 至少他覺得在中國市場上能夠自主開發 現在有些 例如不同的飛機製造商在中國都設了牆 我相信他會借助這些機會 去學到外國製造飛機的技術 或者不是學到 或者是偷渡 早前有一個消息傳出來 就說GE 通用電器的引擎紙樣 或者電腦內的資料 被中國黑客入侵了 已經拘捕了人 他說那個黑客的僱主 正正在大陸的飛機製造商 做渦輪的一個工廠 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是用盡任何方法 都要搶美國製造飛機的權威 搶不搶到呢 大家就不要以為這麼容易 如果他的研發不是純粹靠自己 用試錯的方法 就是Trial and Error的方法去做的話 是用這個把圖紙偷回來的 其實研發到 跟外國一樣性能的飛機引擎 這個機會是不小的 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見逢插針 無論如何搶先打擊FAA的權威 也在飛機製造上可以分一杯羹 這樣他就成功了 美國無論是FAA的反應 特朗普的反應 如果是萬半拍的話 讓中國搶他的頭淡湯 我想一點也不奇怪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人在這個問題上 又吸收了什麼教訓呢 純粹維護自己的航空公司的利益 而將安全問題放在次要地位的話 最後的舍底其實是自己的 深藉口快兩周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的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儀比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都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或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去這個地址我都可以收到 你用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周年